宝子们好,苏正姐好久没有跟大家聊天了 今儿呢,咱们来聊一聊熟灵女人的性感 我呢,先给大家上个大片 就是Sanel最近刚发布的电影宣传片 由Brad Pitt和Panelof Cruz主演 反正我看完了就一个字,绝! 咱真的得给这Oscar影帝和影号拍手叫绝啊 你们就看这Panelof Cruz 浑身上下没什么特别bling bling的首饰 大钻戒什么鸽子弹都没有 就是一件简单的黑色高领套头衫 怎么就那么的高贵、优雅、性感呢 而且在高清镜头下 Panelof这张脸明显感觉是有皱纹的 毕竟岁月不饶人嘛 她的眼周是能看到细纹的 So what? 她整个人都在发光 浑身上下散发的女性魅力爆表 那种让岁月雕琢的无比自信和松弛的眼神 嘴角扬起的那一丝带着魅惑的微笑 哪个男人招架得住呀 就连我这一个女人都不行了 我真的被她完全迷倒了 吊打那些脸整得像冲击娃娃一样 满脸僵硬的笑都笑不出来的 所谓的中年美少女 姐妹们你们知道吗 我看完这部短片以后 我就不自觉的在想 为什么我们会那么自然而然的 用性感去形容西方女性 而很少用这个词来形容我们中国女性 以及为什么在中国这么流行少女感 首先呢 我觉得从根里跑的话 应该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 中国文化本来就是倡导做人要含蓄低调的 而性感恰恰是张扬的东西 所以性感从文化角度上就不是被鼓励的 你看我们中国人啊 从小就被教育要听长辈的话 听父母的话 听老师的话 对吧 我现在都记得小时候长辈给我们树立的那些规矩 什么扣扣子要扣到第二粒啊 还有什么不能穿吊袋超短裙啊 反正你要穿的这些特别漏特别短的 你就不是好姑娘 还有不能主动跟男生搭话 跟男人说话不能眼神直接对视 我们都会非常自觉的不去早恋 听从父母和老师的安排 我们甚至裙不动白 齿不露白 就真的女孩子笑起来要这样无嘴的 你这样哈哈哈哈的 你就不是好姑娘 所以我觉得中国女性从小就活在很多的世俗的规矩里 然后被家长被老师被社会教育要矜持 要收敛 要淑女 反正我爸我妈经常就说你矜持一点 那我们知道像矜持啊收敛啊都是张扬的反义词了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文化里是没有性感这个词的 反正即便到了现在2024年 性感这两个字在中国依然不是百分百的包义词 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容易把它跟低俗挂钩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西方 那西方文化跟东方文化所倡导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的根往前捣到几千年前的古希腊文明 那你就会一目了然了 我们看到那些古希腊的雕塑 一个个都是赤身裸体的 比如说阿波罗 比如说宙斯 对吧 还有一些古希腊女神的雕塑 都是穿的非常少 要么就是古穿 为什么呢 因为古希腊人认为人体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 那这样的一个认知又影响了后来的古罗马帝国 再到后来的文艺复兴 我在意大利看到的很多雕塑 很多名家的画作 都是展示人体之美的 所以他们在文化上就鼓励你去展示你身体的美 还有呢就是西方的教育理念很不一样 他们是鼓励你从小就要有你非常鲜明的个性 就是你越能表现你跟别人的语众不同 越会得到鼓励 张扬高调会让你出圈 会让你得到更多的认可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欧美的老外活得格外自信 他们的这份自信也给了女性足够的性感 因为自信 他们敢穿各种各样的衣服 无论自己是胖是瘦 他们都大胆展示自己的身材 因为自信 他们敢肆无忌惮地张嘴大笑 豪爽的笑声感染很多人 因为自信 他们敢大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因为自信 他们敢在跟自己喜欢的男人说话的时候 热情地直视对方的眼睛 赤裸裸地去勾引 其实性感不光是外在 不光是说你有凹凸有质的身材 性感更是一种独特的内在的个人魅力 是由内自外散发出的无言的诱惑 是带有非常强烈个人属性的标签 至于中国女人为什么个个都渴望拥有少女感 都希望自己能尽可能地留在少女状态的样子 而不希望自己拥有熟灵女人的性感 我觉得这还是被男权社会的审美观PUA出来的 其实现在在中国有很多综艺节目也在打造熟灵美女啊 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 然后网络上也在倡导女人要有松弛感啊 你二十多岁肯定没松弛感 松弛感一定是针对三十五家以上的女人 你有过很多人生阅历 你才有这种坦荡的松弛感 可是宝子们 你们去看看相亲市场 有几个男的看中女人的松弛感 请问三十五岁以上的女的好找对象吗 我们都知道中国男人的择偶标准就是越年轻越好 我就要更年轻的女孩 比如一个三十七岁的有房有车工作超好的女孩 长得也行啊 然后和一个二五岁刚大学毕业没多久刚进职场的一个女孩 这不用问了 这男的肯定选这二五岁的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真的没办法 因为中国男人就是喜欢幼泰美 就是喜欢年轻的女孩 所以少女感就变成了中国女人争先恐后希望拥有的状态 女为越己者荣嘛 这很自然 所以我感觉现在中国虽然女性意识崛起 但是在社会整体层面 对女性美的定义依然非常的单一 男人在对女性PUA 女性对女性也在PUA 所以现在就是由广大男性构建起来的白又瘦的主流审美 依然没有被撼动 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 如果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还被别人赞美 哇 你有满满的少女感 Oh my god 我觉得那是奇耻大辱 你为什么不可以表现出来你的年龄优势 你为什么不可以展现出来你越境沧桑的从容和淡定 你为什么到四十多岁还要装一副小女孩的天真无辜 It's ridiculous 好我们又说回这部短片的女主角Penelope Cruz 大家都知道她是西班牙国宝级美女 1974年生人 今年五十岁 我觉得她从小到大就没跟少女感沾过边 二十多岁的时候永远都穿的特别少 特别暴露 就是一妥妥的Latina hot baby 然后她现在经过岁月的沉淀 散发出来的是那种高贵的性感 Penelope的眼神实在太有杀伤力了 就她盯着你看上几秒 别管男女立马给你拿下 正如老舍在四十同堂里所说的 她的眼睛会使她征服一切 我觉得咱中国女人吧 真的就缺她那个性感的眼神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啊 反正相较于少女眼睛里传递出来的那种不安适适的纯真 我更喜欢熟灵女人眼睛里藏着的沧海桑田 一眼千言万语一眼万种风情 行了 今儿姐就跟大家评到这儿 我先要赶紧去练练我那性感的小眼神去了 吵吵